好了,沒問題 記得這個是反斜線 你不要打錯,不要打到正斜 正斜就這樣,正斜就不對了 一定是反斜線這邊才對 左上到右下 再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BMI它有小數點取到第二位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這邊我建議是用Format 當然我在雲端上有用Run 不過一般未來在正教考試 或者是說一般我們工作上用的 其實大部分還是用Format這個函數來做 會比較多 所以我建議你一定要熟悉Format的使用方法 那要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BMI裡面的值 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字串在哪,哪個字串呢 就BMI的後面對不對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好,那你就是在你要輸入那個資料 冒號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請你先加個大瓜壺 移到中間加一個冒號 這個是基本的部分 大瓜壺冒號,然後呢 請你在冒號後面加點2F 點2F指的就是什麼 F其實有點像float F.2F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小數點第二位數 那點的話呢,意思就是在小數點那個位數的後面 OK 那所以呢,大概的結構是這樣 這個大瓜壺 然後冒號一直點2F 這個其實就是format的一種格式化的一個公式 好,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哦,記得一定是寫在雙項號裡面嘛 雙項號是一個字串 後面請特別注意哦 這個我先刪掉 它一定是一個字串 那我將來要把那個BMI放進來的話 其實就是放在這裡 放在大瓜壺裡面 所以後面記得哦 後面請你點一下 它就會特別注意 因為它前面是一個文字一個字串 那字串點下去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秀什麼 秀字串裡面的所有的函數 其中有一個叫format 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或者用選的也可以打 不過我喜歡用自己打 format 前刮虎 後刮虎這種產生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請記得哦 你就把BMI放進來就好 然後呢 複製過來就好 然後後面記得哦 再加一個後刮虎 有沒有 print這邊有個前刮虎 這邊有個後刮虎 然後format本身又有一個刮虎 那特別就是說 它原理是這樣哦 它就會看到說 我要格式化的那個 字串在這裡 裡面一定會有個大刮虎 大刮虎的話 它意思就是把 這一個變數 放到這個大刮虎的位置 並且根據裡面的公式 取到小順第二位 OK 所以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假設有好幾個變數 你就可以 一直放在format的後面 然後前面的公式裡面 就有好幾個大刮虎 然後分別可以放進去就對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OK 當然 我先試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裡面沒有冒號 點2F的話 它實際上就是 沒有取小數點1 可不可以 這樣其實也可以 它只是說 意思是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個大刮虎裡面去而已 所以我先這樣 讓各位看一下 這樣執行 這樣子 等於是沒有適捨無路 當然至少就是可以做到什麼 把那個format裡面的變數 丟到大刮虎裡面去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就是 幫我把這個BMI丟進來 有沒有 放到這個大刮虎 如果說你要取到小順第二位 就是 冒號 點2F 好 再做一次給各位 如果這樣意思就是說 我丟過來的同時 幫我格式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大概這樣子 執行一下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 然後我輸入 體重 身高 Enter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加了什麼 加了這個設定 冒號 點2F 所以它過來的時候 本來是 小數點很多位數 那format的格式化之後呢 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顧名師 以後如果你要取到第幾位 你就後面 第一位就E 點1F OK 其他還有相關設定 想說老師還有什麼設定 其實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format的用處太多了 而且正在考試用到它的機會也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相關的東西 請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format的函數的相關設定 我們剛剛只有用到第一個 有沒有 把3.1415926這邊 格式化成3.14 就是用這個 那如果說你將來要變成加 有沒有前面有個加的符號 那你就是用這個公式 如果說你要什麼 你要有什麼 後面加兩個 兩位數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樣子 其他的 他甚至還有什麼補0 比如說我今天要 假設我今天要幾位 前面要補幾個0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有沒有 就是冒號後面加什麼 加0 然後一個什麼 一個大於2低 就補兩位 寬度等等的 等等相關的 還有對齊方式 百分比等等的 這邊請各位也許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後面正道考試 也會用到這些東西 比如說他跟你講說 我總共要幾個字 然後我要 靠左還是靠右對齊 你就可以用format來完成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format的部分 特別注意 就剛剛那個 前面公司的 四串裡面一定有個大瓜 然後給一個format的公式 冒號 點2F 那在自創外面 再包個點format 把BMI 放到format的 挖符裡面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知道說 你要格式化到第二位 跟各位講 這個format相當重要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會用format 等於就有點像 你使用eSale裡面 不會做格式化 那很多東西 也許就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另外format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只是說 我們大概有個表 有一個表格 讓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你要做什麼樣的效果 可以參考這個表格部分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當然有時候結果 程式學習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都在try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表格 你也許自己再修改一下 改改看 改 然後試 看到不一樣的結果 那表示說 你大概 從這個不同的結果 你可以得到 不同 這個 這個不同的程式撰寫方式 OK 如果將來你想要 看到不一樣的 也許你就比較知道說 該改哪些地方 試一下這部分 那